同學,接下來我們要介紹怎麼安裝Squitch 請各位一樣把客戶游覽器打開 然後一樣進到Google網站 這個地方直接搜尋 我們直接在搜尋列 搜尋Squitch的官方網站 按Enter 它就會到Squitch官方網站去 在這個HELP的地方直接點HELP 在右手邊這裡有Squitch2 Offline Editor 就是離線版的編輯器 第二版新版的,這個是舊版的 我們要下載新版的 請點進來 點進來之後你會看到 如果你是Windows的版本 Windows的版本 這離線編輯器我們就要下載Windows的版本 如果你是蘋果的 Mac的,你就要下載這邊的版本 除了這個離線編輯器之外 因為它使用的是Adobe Air的部分 外掛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的電腦沒有裝過Adobe Air 那就要把Adobe Air也要裝起來 其實你如果沒有裝的話 等一下它也會提示你 所以我們就直接Squitch2 這個把它download下來 然後Adobe Air也可以直接download 把這兩支程式都download下來 Adobe Air的部分 就是 游覽器的外掛 就是動畫的外掛的部分 你就直接按立即下載 然後它就會直接下載安裝 下載 一樣都是放在下載資料夾 那下載好之後 各位把你的下載資料夾打開 就會出現這兩支程式 那我們就會先安裝 安裝的順序是Adobe Air先安裝 那如果你剛剛沒有安裝這個的話 待會它還是會提醒你要安裝 好 那如果你已經裝好了 它就會出現裝好了 好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是Squitch448 就是2.0版 2.0版新版的 然後它的那個版本已經做到448的版本 那請你直接點兩下安裝 好那我們會需要等它一下 那我們就順便介紹一下Squitch了 好 好 就直接繼續就好了 那Squitch它是MIT MIT所發展的一個寫程式的軟體 好 那因為它是使用積木的方式 而且它是中文 它有中文 而且它是圖形化的界面 所以學起來會非常的輕鬆愉快 好 那所以這是零線的編輯器 那其實它也提供 直接用瀏覽器提供直接的操作 也是它就不用安裝 那因為我們不一定隨時網路都會正常 所以安裝零線版的編輯器是最方便的 所以不會有那個網路不通的疑慮 好 這個是Squitch2 Squitch2 寫程式的地方就在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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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